陳柏陽他說他自己的說法是什麼 第五縱隊是個問題 但很難認定 應該以風險高低來看 風險高需要控管 例如立法委員 好 這句話 問題是他6月4號 這整件事情是從6月4號開始 6月4號是 沈柏陽自己接受自由時報的訪問 標題是防第五縱隊及中共滲透 沈柏陽說台灣要應對中國的作戰中心 那你仔細看這個內容 他第一時間6月4號最初最初的說法 中共吸收台灣黑道日益嚴重 沈柏陽說四五年前 黑道被吸收狀況還好 現在越來越嚴重 台灣黑道比以前有錢 不只在中國有產業 所以是幫中國洗錢 還有操作虛擬貨幣 黑道會跟地方公廟結合 一般公廟沒什麼風險 但是被黑道把持的公廟 風險是高的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你在前面講 你在標題當中 你在這邊文章當中 談第五縱隊 那黑道應該算了吧 提到公廟 那公廟還好 那被黑道把持的公廟 所以起碼就有黑道 跟被黑道把持的公廟 對不對 這是你當時講的嘛 我們可以認為說 他是第五縱隊吧 因為這是你最初原始的 這個受訪所講的 然後再來 什麼不一樣分析 中共可能威脅在中國 做生意或有蹊跷在中國的人 希望這些人開鑽石 在台灣進行一些任務 第五縱隊並不完全是中共間諜 第五縱隊有些 也不是一開始就背叛國家 所以很難去指認 誰是第五縱隊 而會說誰是高風險群 欸他確實 只有提到高風險群 但是這段話 你看完之後 意思是什麼 他覺得第五縱隊 不是一個很精確的詞 他會用高風險群來代稱 可是這段的語意 應該就是 如果第五縱隊 是一個圓圈的一些人 另外一個說法 那高風險群跟第五縱隊 應該是高度重疊的吧 也沒錯吧 那這段除了第五縱隊 跟高風險群的定義之外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提到什麼 在中國做生意 或有蹊跷在中國的人 這些人是什麼 那不就台商嗎 那不被你點名了嗎 那重點是什麼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點是 第三格各位 高風險群有幾十萬人啊 這是他第一開始 所謂暗中出貢啊 然後呢什麼東西 一開始就要管好 讓這些人知道自己是高風險 有些事不可以做 這什麼意思啊 第一個問題是 有幾十萬人啊 他現在說就是立委啊 立委就113個 你幾十萬人怎麼出來的啊 各位 等一下我們會 爬梳他這三天改口的 這個脈絡 他現在說立委是高風險群 不用管嗎 可是不是啊 你一開始說的是幾十萬人啊 所以你能怪人家 把什麼台商路配都加進來嗎 不然你怎麼湊到幾十萬人 或者是你當時 六位四號在接受 自由時報專訪的時候 你提到幾十萬人 你心中想的是哪些人 不然怎麼會有幾十萬人 所以各位 神不良現在滷小什麼東西啊 你要不要先出來解釋 幾十萬人這件事情 是怎麼來的啊 立委就113席啊 立委沒有幾十萬席啊 我覺得後面是更可怕的 一開始就要管好 什麼意思啊 還要讓這些人知道 自己是高風險 有些事不可以做 各位 翻成我們大家比較理解 然後或是用我們大家 比較能夠理解的例子來舉什麼 你是黑五類啊 你黑五類還想要進公家機關 你黑五類還想要升學 你黑五類還想要考公職 你黑五類還想要選舉 你黑五類還想要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這什麼意思啊 結果呢這件事情就是引起軒然大波啊 大家都在幹狗啊 幹狗完之後 六月十號 他開始改口啦 六月十號他去廣播 沈伯陽十號接受資深媒體 人黃永漢專訪 被問到第五重隊如何預防的議題師 他不太喜歡第五重隊這個詞 通常會講這個人風險高不高 欸這個倒是我贊的 可是基本上 沈伯陽的語意第五重隊跟高風險群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明顯區隔的 他認為宮廟宗教組織其實很低啦 然後呢 黑道路配風險介入中間 路配比較像被害者需要保護 村里長立委 和大學教授是高風險 等一下啊 他現在來了 欸他說了說了 宮廟 欸黑道拿掉了 宮廟組織 宮廟組織確實還開始講說是 宮廟還好 被黑道掌控的宮廟就不行 那他現在開始講了說 村里長立委跟大學教授 村里長立委大學教授加起來有幾十萬嗎 沒有啊 你前面講的高風險群有幾十萬人啊 那你現在講說 高風險是村里長立委跟大學教授 這些加起來沒有幾十萬人 那請問一下差額是什麼 村里長全台灣加起來就是七千多人 算你八千好不好 反正你都踩人家背了 就算你八千 省八千 加立委進去也差不多 也大概不到八千 八千左右 加大學教授進去不到幾十萬啊 到底差額是什麼嗎 那你現在在凹什麼 你在擄什麼嗎 然後呢 昨天又改口了 第五重隊是假議題 風險高低啊 什麼什麼 最後講到的就是立委跟大學教授 他匡列的項目越來越少 可是他一開始講的是幾十萬人 代表說他知道這件事情吐出包啦 所以他不斷在Q啊 可是他現在在媒體上面Q 你覺得他心中就放棄了嗎 放棄他這個要抓第五重隊 要成立專責的第五重隊作戰中心 這件事情他就放棄了嗎 還是因為現在媒體風向不利 他就先Q起來 先騙騙你 呼嚨一下你 等到有機可蹭的時候 他再出來講 他再出來幹 或是說他根本就鴨子滑水 溫水煮青蛙 你各位就不要有感覺 然後他就鴨子滑水 然後等到一覺醒來 你發現黑熊部隊真的變成民兵 在街上了 這個六月四號 六月四號這邊報導 還有一段超級荒謬的 說要成立民兵 就烏克蘭就成立國土防衛隊 屬於內政部 然後所以在這個戰時的時候 他立刻抓出了很多第五重隊啊 我一直包括邱老師在我這邊 我們都講過非常多次 我們非常反對這種事情 在戰時還是要依法 你中有什麼戰時的法律 他就是依法 執法的就是警察啊 為什麼要搞民兵啊 而且最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你以為這些民兵就是什麼 打敵人嗎 沒有啊 他是在找內部的敵人 今天他說你是第五重隊 你找誰申訴啊 他是內政部啊 那你以為在戰時 你還可以得到完整的司法保護嗎 他說你是立足重隊 你就是第五重隊啊 你怎麼會主張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這種法西斯分子 是賴清德 是尊者 是元首 啊對講元首就合理了嘛 是元首念資在資的 不分區 實質第一名的頭號大將啊 所以你不是元首嗎 你還不是元首嗎 我等一下晚上我就幫你畫小鬍子啊 這種法西斯分子 而且他教授耶 你以為當年納粹德國崛起的時候 沒有教授在幫納粹搞很多理論嗎 一大堆都是諾貝爾等級的學者 在幫納粹擦脂抹粉 講一大堆狗屁不通的理論啊 所以各位不要被那邊耍啦 不要被騙啦 心中 心中想清楚 三天報紙列出來之後就擊潰啊 你在攻殺小 陳市長把三天報紙列出來就擊潰你 洗洗睡吧